那么这一段是讲到深安乐系 深夜的安乐 它的相貌 佛陀讲出三种 叫做调柔 寂静 安稳 这三种相状 这三种相状是怎么来的呢 是一指大地 就是中道的实相 清静心不敌愿显现出来的 但是我们在看世修的时候 佛陀的规划偏重在清静心 那么所以我们的清静心 变成两种清静心了 一个是理观的清静心 一个是世修的清静心 这两个都很重要 我们先讲理观的清静心 理观的清静心 它是你本来记住的 你不管修不修 它就是清静 你只要相信就好 比如说我现在打很多妄想 我离命中的时候 妄想东去西去 各种的人事因言相中都显现 你只要告诉你自己 何其自信本质清静 那这个清静心是什么来的呢 是理观的清静心 理观的清静心 完全靠信仰 没有任何理由 就是你相信 养性真如佛性 再凡不减 再胜不争 心佛众生生无差别 所以理观的清静心 你不用修 因为我把理观的清静心 修得更清静 没有这回事 理观的清静心 本来就超越阴言的 你修不修它都是清静 因为它是严满的清静 所以它不可能再更严满 所以理观的清静心 你只要能够养性就可以了 然后去观照它就可以了 现在问题就是 阴言四修的清静心 就是说 我们本来是清静的 但是呢 但是后来就是一念妄动 然后呢 然后就堕入了 无量无边的生死轮回 到了现在 开始认真的修学佛法 那怎么办呢 你这个房子本来是干净的 但是现在不干净的 那你这个里面内心不清静 这么多的颠倒响 你不可能马上去 庄严这一念心 你一定要先把房子 垃圾先清干净 再去装修吧 所以为什么破旺永远是走在地步 就是说 诸位 理论上我们是清静 但是因言上 我们已经不清静了 不清静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经历过太多的生命 每一个生命都留下我们很多的影像 留下影像也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我们把它取着 今生抓几个影像 男一生抓几个影像 十日今日 我们心中已经很多很多的颠倒像 这些颠倒像 你如果不清掉 你就直接的去修功德 发言去修功德 因为你这个心是不清静 所以你所修的功德都是饶悟 所以为什么佛陀在修官慰的时候 他不强调假观 假观后面会强调 口业 意业 他是后半段修行 他面对深夜的时候 佛陀一路走来就是修空观 空掉你的直取 你不可能空掉影像的 所以你修行你只要方向错 你今生就没有成就了 你空掉影像 你就跟你过去的音言法对峙 就是无量节来的影像那也太多了 你怎么会空得掉 就是不随望转 懂吗 影像来 他来他的 影像走 他走他的 你只要修一个 无助 把你的攀岩心 把你的爱情心 消灭掉就好 其实影像不会干扰你的 你是一个真主的心 它是一个生命的影像 它怎么就干扰你呢 因为我们攀岩它 我们去自信起自信 所以我们自己去干扰自己 所以你只要把影像放下 它自己会脱落 自己会消失掉 所以诸位 我们在修空观对视的 一定要知道 你到底是想空掉什么 这个地方你只要一步错 你整个修行全部失败 你想空掉影像 那表示你要挑战 你无量的生命 所留下来的影像 你怎么可能呢 没有一个人 可以修到夜镜清空的 我们都是怎么样 待遇往生 那么业力 跟影像是有牵动的 我们待会会说明 就是你只要无助 让影像自然脱落就可以了 所以他这个观力界法 空如实像不颠倒 不动不退不转 如虚空 无所有幸 这段你最要把它背起来 就是整个空掉 心中的爱举的过程 好 好